今天早上在6點40分發生我們淘場的第二材料加薪脫流的爆炸跟起火 首先對於我們在練習場附近的民眾以及各界關心的朋友 首先表示萬分的道歉 這個事件讓附近的居民產生一個恐慌 第二材料加薪脫流工廠是從去年的1月25日大修 到今年的1月27日完成了這個稅修 在29日這一天開始淨油 在這個過程中工廠裡面有一個加薪脫的爐管破裂 破裂以後柴油就露出來 從而產生正式的事件 到目前來講到7點36分 這過程中大概不到一個小時 這是這個事情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現場來講並沒有人員的一個傷亡 在這裏按部份上廂 這裏切成的詐欺 我們要走了